煙稅加四成 英文叫苦連天 人民力量的沉緯業 在立法會提出廢除即時加煙稅的公共收入保障令議案 但最終被大比數否決 他批評政府只是免紅酒稅 是傾斜富豪 將富有的人士 包括我們唐師長 包括我們曾師長富有的人士 飲便宜成為他們日常生活奢華的表現 窮的人家吃煙都要捱 捱這個櫃煙 處理食物及衛生局局長梁卓偉表示 加煙稅有效減少青少年級煙 若減低家福 或是分階段加煙稅 可能會動搖英文 加煙的決心 而保障令亦是為了防止避稅 一旦廢除 日後加煙稅條例通過後 要追回少收退款 容易造成混亂 另外 民主黨金賴威動議廢除增加汽車首次登記稅 亦同樣被否決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宇華說 每日有七百多萬人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如果廢除以外 會造成混亂 結果是無論車主 車行 準備買車 換車的人士 或是行政上都極為不便 誰交薪稅 誰交薪稅 何時交薪稅 何時交薪稅 是否獲得退稅 還是要追抽差額 何時追收或退回 收多少 退多少 都會造成一片混亂 而自由黨 民建聯 和公民黨都不贊成費令 擔心事件會複雜化 車主會混淆 香港 封頻電視 李斯敏 報道 香港 封頻電視 李斯敏 報道 字幕 李斯文 李斯文 報道